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干什么 快把射凳解放了 不帮你 放开他 不放开 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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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又来了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开他 放开他 弩夷 再连ここ vienen 等 PlayStation 二蓄 大爆颜 腹大爆了 我把我伄进去 我将将在出来 将军 郑队长 我这是一队 确实 确实可以难以队 看救我 日车上 别开枪 别开枪 张队长 把手放开 他已经受了伤了 请执行战场纪律 他差点让了修总的命 张队长 犹太俘虏 不要远返巴勒军的纪律 犹太是有限度的 执行纪律 喝点水吧 小冬姐 当时真是吓死我了 眼睁睁地看了 鬼子要对你下手 我这心呢 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你这么俊强的姑娘 还没嫁人呢 只要是牺牲了 这也太远了 在战场上 就是拿命在拼 谁都有可能会牺牲 我看 你还是调到后方医院吧 我早就想过了 死并不可怕 只要是为了活着的人 为了正义而死 那就死有价值 要不是那个鬼子一声大喊大叫的 你肯定就没命了 不行 我不再老这么躺着 你干吗去啊 去看看少林 竖取耳朵邓大眼 明白 明白 珍惜 我没进去 我没进去 怕打扰他 现在心里不踏实了吧 当时要再手软的话 他现在连命都没有了 是 小声点 真不知道冯盖神他怎么想的 你说你当时那么危险 他都不出手救你 还想着劝鬼子投降 留下战俘 真是没喜没废 我不许你这么说的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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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小锁子 你咋来的 我不要报仇 我不想去姑姑那儿 她都是把我来半夜等她这儿的 傻小子 你还小 报仇的事 交给我们了 我要留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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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小 跟着包鲁军叔叔 为我安爹安娘报仇 干脆 让她留下来吧 留下吧 好 包包 好 哥哥 你穿军装可真黑色 真的 好 儿子 希望你勇敢作战 不怕吃苦 为天荒尽忠 不负相近的好望 是 紧紧办法教诲 好 好 好 儿子 来 把这个带上 妈妈和村里的乡亲们亲手缝的亲人缝 一定会保佑我们郑贤 刀枪不入 输入平安的 这叫什么话 为天荒陛下尽忠 为国捐躯 是我们全家的光荣 你想有儿子生命 这家族正面子呀 妈妈 爸爸说得对 请不要碰山口 你们是混成绿团哪个练队的 你不许和我讲话 既然被俘了 我们就得相互照顾 被俘了 你不觉得可奇吗 你们这两个家伙 为什么不暂时下场 为国捐躯 是 死了 就不可时吗 你们这么苟且地活着 还算是帝国军人吗 我 你不许和活着 还真是 我 你不许和我 你也不许和我 他们感化 好保住你卑微的生命 好让你的家乡父老 被人耻笑 是吗 我告诉你们 那个中国女人给我疗伤 是想让我的心灵 受到病毒的感染 请你不要这么说 她肯照顾我们 你要等得 执恩 徒宝 为了这个中国女人 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 你挟持一个医护人员 做自己的盾牌 你不可是吗 武士精神 教你这么做的吗 不蛋 她是我们的敌人 可爱你就忘记了 她是在救你 而你却在治愈她死地 你有军人的荣誉感吗 你既然帮着八路对抗皇军 你已经没有及格跟我说军营的荣誉感 难道在你出国的时候 没有被我出征迅运吗 你难道没有对着军旗宣誓 为了日本帝国的未来 为了皇军 战斗的最后一戏 直至付出生命 确实过没有 你可以选择创立的死 但你不能任意 剥夺无辜者的生命 尤其是一个正在救你的医生 你根本不配做帝国军人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这样会让马路吃香的 郑熙同志 战俘保卫工作 虽然不如前线那么英勇 但它是一个特殊的战长 我知道 团长正尾让我搞好保卫工作 我把这个做好我就行 看得出来你有情绪啊 可能有什么情绪 不过冯盖师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 说话做事 你可玩我脚子 立立所所的嘎嘣催 别像在那个小医生门口那样 思来想去 冯盖师 冯盖师 刘彦星 什么事 那鬼子战俘好像自己打起来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制止啊 那 那你不在谁敢呢 走 马上去看看 来一遍 我又不去了啊 你们去 别通了马蜂窝 我查岗去 刘彦星 走 都是日本人 我不想跟你动手 你不是日本人 你是原故乘 别动手 这些开业我们的士兵 对我们都很仇恨 只是因为上级有命令 他们才不敢加害我们 所以 我们也不要生出事端 给他们理由侮辱我们 你胡说 他们是乌合之宗族城的出匪 根本不会守纪律 我们会被随意看透 胡埋的 冯传真说得没错 你们大家 行行做好准备 一有机会 我们就卸法踏跑 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 但是 我们失败了 然后就轻易放弃了吗 你们听着 我们是手无寸铁 但就算用拳头 用牙齿 我们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返回部队 你们 太低估他们了 白鲁军是共产党的正规部队 有着严格的纪律 和严密的政治组织 我们之所以没被杀害 就是因为这个 大道他说得对 要不是八路阻拦 我早就被百姓乱石砸死了 你们刚才怎么了 我们要休息了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西村 你们 你怎么把绷带取下来了 不由你管 你久不 你现在是战俘 必须听从指挥 大道 给他戴上 我提醒各位注意 我们八路军有战俘政策 也有战俘纪律 宋伟 你把战俘纪律给大家讲讲 好的 早点休息吧 韩清 早 是 你们竟敢替敌军讲话 难道你们忘了主国 不想和异败人呢 我是昭和十二年入伍的 早该复原回国了 你以为我就不想回到我的家乡 见到我的亲人吗 你们展敢撑顶 回去也会受到军部的惩罚 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等死 要齐心协力 写法逃出去 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 与日寇作战 蒋介石却派胡宗南 在我陕甘陵边区周围 驻扎十几万军队 对我形成包围态势 主席 延安是我们的后防 前有日军虎视眈眈 后有胡宗南刺激动手 我们不得不防了 我看是不是 调一一二零十三五九旅 回防陕甘宁 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波索 主老总在山西辽县 八路军总部 我看看他通通气 急调王阵旅回防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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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吧 我毛泽东没见过飞机 倒想见识见识 主席 太危险了 这鬼子派飞机轰炸延安 非就是脉龙武力 想摧毁我们的意志吧 等军部提出 不以国民党为对手 采取政治右墙的手段 而对我们共产党却感到害怕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的力量已经显示出来了 区区几架飞机 扔几个炸弹 炸几个大坑 就想吓到我们 白日做梦 主席 赶紧转移吧 夏强 这位总政治部 关于敌尾工作的训练 我已经签署了 主席 太危险 还是抬起转移吧 看看 白白浪费几顿钢铁 也奈何不了我们 夏强 关于帝卫军工作的训令 要尽快发下去 好 日本鬼子在我们头上扔炸弹 我们就要学孙悟空那样 钻进他肚子里 搞挖心战 看看是厉害 封干事 没什么情况吧 没有 最近敌性复杂 你得把眼睛睁大了 尤其是晚上 一定要提高警惕 是 封干事 我们营长 一晚上查几次寿 我们可不敢偷来 那就好 辛苦了 对了 封干事 昨晚团人来收来你一封信 天昊无儿 日军飞机轰扎西安 城内情形 惨绝人寰 你父坚守华西沙场 宁与公友共存亡 不幸遇难 吴家遭此劫难 娘心里交瘁 量必不久于人世 他都它们 这 tender应该是 这宁有免惠的 你们谁全都得不便宜 我女朋友 其实都不败了 你都不败了 你答应不败了 以为他还能吃个了 力量的 再增加一些流动稍 走 咱们去晒岗去 行 那个 咋了你这眼睛咋 还是红的呢 没交易好肯定没交易好 昨晚上看文件看的 走吧 一二一 一二一 立定 向后转 起步 走 一二一 立定 向后转 起步 管我朝立足 赶紧拳啊 我赶紧拳啊 我赶紧拳啊 小八路 宝贷 小八路 不许打孩子 不许打孩子 是你们说实的吧 你听着 黄军的尊严 认可中国人不能冒犯 一个有尊严的军人 是不会杀死一个孩子的父母 更不会去抢一个孩子的东西的 我警告你 不要调心 你们怎么能打孩子 再替敌人讲话 我就拧下你的脑袋 狗蛋 搞什么 干什么的 啊 三天不打 上方计划 上 上 等等 不能打 都别动 高海强不能打 不要伤了鬼子的大路 我正想跟你们斗个 你死我祸 看抢 有什么 回国捐区的时刻到了 把他给我绑了 让我们一起记住吧 快点 高海强 老师 我 开枪吧 打死我 高海强 别冲动 你 来吧 拿出你的胆量 别让我瞧不起你们 你 你不要挑衅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真开了 住手 怎么回事 来得正好 我根本不怕你 你这个混蛋 我警告你 你如果再挑衅 我方正不再视你为战俘 我保证 你将会死到很难看 你认为我会怕死吗 我也警告你 不许侮辱我们 听起来 这两个家伙带同那事 打小嫂子 奶奶的 快进来 是 慢 慢 快急 放在这边 你再出去 怎么办 beach 救命 之上 你没有说 像我只可 怎么开始 忍生 我现在不想给你做任何解释 下了他的枪 我看谁敢枪 把他的枪给下了 是 这两个家伙在同当事 下我的枪 他们已经骑在我们头上 拉屎放屁 你还护着他 我问你 你是不是八路军 正因为我们是八路军 才有坚决执行总部的命令 你少拿命令吓唬人 对这些双手沾满鲜血 继续完抗的禽兽 早就应该执行消灭的命令 张振兮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 不再对抗 你不要让事态再恶化 就是他杀害了我的父母 他抢了我的肠秘所 你看见没有 他们刚欠了血债 还敢这么嚣张 小头 你把小嫂子 带下去照顾一下 郑营长 集合队伍 全体集合 各位日本士兵 集合 今天的事件很严重 必须严肃处理 请你们先回宿舍 参与打斗的 一定要进行反省 晚饭后开会 解散 你听见 那小孩一定是他们所有来的 这样他们就会有借口紧逼我们了 你们记住 我们就是使 也不能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同志们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 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今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 我决定 参与殴打战俘的 都要写检讨 启行命令 是 是 连一个小孩子 都敢随意打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人格尊严 是 也许初八六拿枪杀我们两个 你们也瞎了 竟然袖袖旁观 我说你们还算不算日本人呢 可是 他毕竟是个小孩子 你们这样做 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 我亲眼看见 你们枪杀了村子里 把所有的人 烧毁了所有的房屋 那个孩子 可能就是唯一的幸存者 你们有没有想一想 是不是 我们的部队 太野蛮了 你这是在替八六说话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们不反抗 和我们友好心善的话 我们会侠他们吗 那个孩子 想要回被强盗 抢走的东西 替他父母报仇 混蛋 你这个客气的叛徒 风天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袒护战俘 你这样做 对战事的感情 你知道有多大的伤害吗 你是在往我们心上捅刀子吗 神兴啊 我不是有这样的 我不是在那儿 但是我不是在那儿 你没有想一一起 你怎么想到 你想要对战事与你 你怎么想到 你们都想到 你去吧 不能因为战俘犯了错 就写私愤图报复 那是犯错吗 你没看到那两个鬼子有多嚣张吗 他们刚刚被俘 心里觉得屈辱 情绪肯定很躁动 你还替他们再说话 当你替他们说话的时候 你想到没有战士的心在流血 他们有多少的畏惧你知道吗 那 难道你一点都不恨鬼子 你要是我不恨鬼子 你是在冤枉我 我参加八路军事来战士的 不就是杀鬼子吗 你真以为 我是来伺候他们的 但你也太多 让我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他们是战俘 不再是鬼子了 你能忍 我不能忍 我们不忍 战士们的仇恨 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起来 不说了 反正我守不过你 但我还是想不通 你想过没有 打一个战俘很容易 因为他们处在弱势 如果那样的话 他们的内心 就永远和我们对立起来 我们话题为有的一切努力 都会成为炮营 我从来都没想过以敌人为由 多他一个 少他一个 无所谓 我们照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你不能这么想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达成最广泛的反法歇斯战线 不要有意无意地破坏这种大局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处置高八卜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提醒战士们 注意政策 严格执行戒律 小索子 他是个孩子 他可以 我们不可以 因为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不能想发泄就发泄 想出气都出气 你张震新联 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 大道理谁都会讲 战事的感情 是靠道理讲出来的吗 我告诉你 你从来就没考虑过战事的感情 因为你对他们就没有感情 张震新 严格 因为你的家乡 就没被日口占领过 因为你的亲人 因为你的亲人 就没被鬼子杀过 因为你的亲人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你跟我再说一遍 你跟我再说一遍 尤其他人 你怎么得 你怎么做错了 我不愿意接受处分 我看不光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 老子就不干了 我不干了 我就不干了 你的手 没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挺好 小桃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看到你们两个吵架了 你们把烦心的事 跟我说一说吗 我不怕受委屈 不怕被人误解 但是我对日本人 没有深仇大恨 对战士们没有感情 我信你不是滋味 天后 我知道你很孤独 你注定要承受被误解的压力 对 其实 大家都知道爱尊分明 只不过 让大家一下子接受 曾经作恶多端的敌人 很难 这需要一个过程 今天你也很冲动啊 你是有心事吗 没有 有 有 你心里很痛苦 告诉我吧 难道你不信任我吗 不是我不信任你 是我真的不能 天后 如果我们不能够 一起分担痛苦 我们怎么能够一起分担责任呢 忘记了 对 对不起 天昊 天昊 对不起 对不起 萧桃 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你说 替我保守恋人 我答应你 这个承命所 中国的父母 把他带在孩子的脖子上 是为了保佑孩子 一生健康平安 他和你们日本的千人缝一样 也是母亲对孩子的爱护 你们也是人啊 也有父母 兄弟姊妹 作为一个士兵 对平民的随意屠杀 你们觉得很威武吗 打一个孩子 你们觉得很勇敢吗 小索子 他是个孩子 是谁杀了他的父母 又是谁让他成为孤儿 不管是中国的父母 还是日本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一生平安 不用多说 如果你打算 继续羞辱我们的话 干脆把我们墙毙了好了 你们违反了 优待俘虏的政策 难道你们的人 打我们的人就是应该的吗 你们不该让一个小孩子 来误语我们皇军 我们是在捍卫军人的阵营 各位 我想澄清一下几个事实 第一 这个小孩子不是我们指使的 只是他个人 出于对你们日军暴行的 自发报复 第二 一个有尊严的军人 是不会打小孩子的 第三 我们八路军的俘虏政策 不适用于 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 法西斯军国主义顽固分子 请各位注意行为尺度 什么军国主义 我们大一本皇军 是要把亚洲 从白人的奴役 和猎强的瓜分下解救出来 你不要用大东亚共荣的幌子 来掩盖侵略的事实 西村 你不要打动我的话 今天我们的战事 出于愤怒 对你和中川 有些过激的行为 我替他们向你们道歉 也请各位认真反省一下 你们和你们的军队 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天后绝 大老 那个孩子 怎么样了 他受到惊吓 我能见见他吗 好吧 走 走 大导 大导 请 不错 写得非常好 再写一遍 萧桐 收花 冯冯事 大导是来替两个战俘道歉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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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见鬼子 滚 小索子 冯事 冯事 孩子这回见不得鬼子冰 你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沈花 大导他是一个医生 这些鬼子杀了安爹爱娘 为啥不拿他们敲毙了 难道巴鲁军不打日本鬼子了吗 小索子说得对 优待这些鬼子能怎么样 能让他们对咱老百姓心辞手软吗 优待他们 他们还会继续伤害小索子 双花 与其这样 还不如在战场上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双花 驾 驾 好 郑伟 郑伟 今天你怎么来了 挺好 打俘虏这事团部已经知道了 团长很重视 专门让我过来看一看 我把带头打人的高霸娃 关了三天禁闭 郑伟 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很好 你这么做很对 怎么样 被打的几个俘虏情绪怎么样 目前情绪还算稳定 你关了战事的禁闭 张珍熙有没有想不通啊 珍熙同志和战事们各个知谱刚烈 埃森分明 对日军所犯下的暴行 有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必须制止 这个张珍熙啊 性子急脾气暴 不行就把它调走算了 政委 只要在思想上转过这道弯 转变狭隘的复仇情绪 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再说了 通过这件事我们都在反省 总结经验 你有这个想法就很好 其实我给团长也说了 你就是调别的同志来 也得过这道坑啊 怎么把陆军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打鬼子 战场下又得优待这些福 说实话 这道官不好拐勒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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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正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队长 队长 政委来了 队长 在那屋跟冯監事说话呢 听政委的意思 团长好像要调你走 什么 要 调我走 真的 真的 我的娘啊太好了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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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監事一个劲跟你说好话 好像把你给留下 屁 那是好话吗 就故意跟我过不去 这家伙回来了 我去敲他敲他打 就没有脑子 你 张正熙 政委 你来了 遛马去了 遛什么马呀 遛自己去了 马遛我还差不多 你们这次仗打得不错 消灭了几个漏网之鱼 还抓了两个日军俘虏 警察界军区和军分区 准备表扬你们 给你们寄功啊 寄啥功啊 我的战事 枪都被人下了 政委 还是让我们上前线吧 在这儿太窝囊了 人家看我们也不顺眼 怎么 还操心着上前线呢 事情我了解了 你不要加枪待望地闹异警 我可告诉你啊 这就是前线 这是什么前线 这也不能打枪 也不能开炮的 我的战事 给小鬼子挠了几下痒 还得关紧闭 政委 你这婆婆妈妈伺候人的活 我真干不了 你还是让我去打硬仗吧 怎么 你觉得把你放到这儿是大财小用了是不是 我听说 你对冯干事对你的处理还有意见 我没意见 请证确 请对 别给我油枪花掉的 你的话说过了头 我看你赶紧给冯干事承认错误 不可能 我这儿还想不通呢 谁给我认错 谁给我认错 谁给我认错你 张正熙 你以为你自己是战斗英雄 就可以鞠躬自傲了 我问你 八路军是什么 回答我 是一个用明确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 背得倒不错 我们八路军不是散兵游有 更不能放上胡来 我看你对优待俘虏的意义根本就没有认识 还有砥柱情绪 我们对于工作 没有任何理由进行选择 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这就是我们八路军铁的纪录 直行继日 把思考也不打折扣 但 行了 你现在安下心来 做好俘虏和野战救护队的安全保卫工作 出了什么问题 我拿你试问 郑伟 我求你了 派我上街巷杀敌吧 我们宁愿死在战场上 也不愿这样窝囊地活着 我不愿和冯天豪这样的人 待在一起 张正熙 你太过分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就是你的战场 冯天豪同事就是你的战友 鬼子随时可能扫荡这里 一定要提告警惕 这是命令 是 张伟 有战斗随时向他命令 记住我的话 好好完成自己 是 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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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